人员制作所是起源日本的百年企业 在全球已经拥有约100家子公司 雇员超过16000人 并基身于世界机械制造业500强企业 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崩类产品制造企业之一 人员从90年代初开始进入中国 到目前为止有10家集团公司主导着中国市场 是中国最大的崩类制造商之一 以卓越技术和最佳服务支持社会产业和生活 凭借着这个信念 人员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已经成长为中国崩业高端市场的重要供应者 作为人员机械的雄心和梦想的共同担刚者之一 秦英智副总经理自2007年加入公司从事营业工作 他既是中国市场的拓荒者 也是人员机械成长的见证人 接下来就跟随我的脚步 让我们一起去采访一下秦总 秦总您好 您是最早加入人员机械中国有限公司的元老之一 也见证了这十年来人员机械在中国市场的落地深耕和发展壮大 那作为经营者想请您谈一谈 您觉得它是怎样在中国市场取得这样的成绩 以及将来即将面临的挑战呢 我是2007年加入的任员 当时呢主要的市场是建筑行业 任员品牌是应该说知名度非常低 所有的客户都是靠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 当时是我们是处在拓荒中国建筑市场的阶段 秉承着任员乐与成的精神 任员机械通过不断地挑战和锐意创新 逐步得到了客户的认可 那就意味着每天都面临着挑战 确实是很大的挑战 而且当时国内的客户普遍不了解任员的品牌 我们通过直接和终端客户的沟通 与设计人员的交流 保证质量 交货期 还有服务 争取了每一个订单 巩固每一个客户 逐渐赢得了业内的好评 现在主动寻求我们合作的客户也越来越多 近20年来 中国经济是整个亚洲来自全世界的一个亮点 尤其我们奔类市场的规模也是越来越大 世界上主要的奔类供应商也就是我们的一些竞争对手 在中国早早的都布局了 也有了一些非常好的固定的客户 同时中国本地企业也发展迅速 技术质量生产有较大的进步 因此中国市场也是充分竞争的一个市场 那在这样高速发展的中国市场 认原机械中国有限公司又是怎样应对这样的市场挑战呢 卓越技术和最佳服务 是认原机械应对竞争的方法和信念 依靠乐与成立 我们在研发 生产 服务上面构筑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年随着中国建筑市场的冷却 开拓新的市场成为了我们的重中之重 目前我们已经在工业 市政市场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由于现有产品大多是按日本市场客户要求设计的 不能完全满足中国客户的需要 公司正在加大调研 研发的投入 培养人才 优化产品组合 同时公司针对不同的产业客户 分别设立了相对应的事业部等革新的体系 精准应对客户的需求 这也是我们任员积极迎接挑战 寻求突破的体现 任员机械资博有限公司 是任员集团在日本海外最大的定制泵生产基地 是日本风水利事业部的核心工厂 仙叶县附金工厂在中国的复制版 从2005年成立以来 任员机械资博有限公司 每年的产销额都在稳定地增长 从最开始的年几千万 到如今超过5亿人民币销售额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 下一位挑战者的对话 请问张总 面对市场这样巨大的增长 任员机械资博有限公司是如何应对的呢 随着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 水泵市场也有巨大的变化 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翼 为此我们在管理上不断地推陈出新 比如说人才管理上 我们和国内知名的大专院校及本地的职业学院 建立起了校企合作联系 公司也成为了学校的教育基地 不仅解决了企业的人才来源 同时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专业技术人才 并且我们每年都会优选一定数量的技术骨盖 送到日本总部去培训 也会积极邀请公司总部的专家来我们工厂 给员工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 感觉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 公司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那在这样人才储备的情况下 人员机械资博有限公司 在技术上是不是有新的突破呢 依托总部的在世界上的领先技术 我们在中国市场的业绩不断的创新高 为了适应新市场的需求 公司在总部的支持下 建立了自己的研发团队 近两年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并且形成了一批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技术 同时呢 公司鼓励并为员工搭建创新平台 营造自发学习 自主创新的环境 协助员工申请了大量的专利 这些专利也是我们公司巨大的财富 谢谢张总这么详细的介绍 如您所说啊 我感觉人员机械资博有限公司 在技术上有很大的革新 那在这样的公司内 氛围是不是特别的好呢 我们觉得呀 企业就是一个大家庭 所以公司在企业文化建设上发了很多的心声 比如搭设平台 组织员工进行日语英语的培训 在自博高兴区的企业圈也小有名气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司的那两晚会 所有的节目都是员工自边自演 包括日方驻载员工都会参与进来 通过这些方式 我们让员工真正感受到了任员大家庭的温暖 也让所有员工为了任员领先一步 迈向更高的共同目标努力 拥有一个多世纪的泵制造历史的人员集团 从标准泵到大型泵 在进入中国市城的二十几年间 始终致力于城市排涝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等环境保护工作 并已经成为新能源产业链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为新能源的开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世界顺心万变 任员也必须适应变化 继续为社会贡献力量改变世界 Looking ahead, going beyond expectations Ahead, beyond Ahead, beyond